我们要讲的故事是远行增添 爸爸到了商店街 哇商店街好热闹哦 爸爸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我今天要带着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小红 要去我妈妈家要去祭拜祖先 然后商店街有好多的 苹果有好多的 我也喜欢小红喜欢吃的饼干 还有家属的 一些纪念品 那我们赶快走吧 不要跑这么快 等一下 他们来到了车站 我们去到车站 我们要安静排行 哇车站有位老师的人哦 妈妈和宋子 怎么都才本出站一样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对啊 过节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要忍耐啊 对啊 这样才是热闹的日子啊 他们好不容易坐上了车 哇 哇 高速公路上面好多好多的车 大车小车 你可以坐下 你可以坐下 站着就好了 你把小孩子照顾好 好 哦 再等下 等一下就快到你那家了 哇 哇 小心哦 哦 这只要放哦 放哦 注意要安全哦 是太久了 他们就来到了休息站 哦 妈妈我屁股好累哦 那我们找一个地方休息吧 小红 你根本快不饿 哦 你要听听看吗 咕咕咕 嗯 真的真的空空的空空的 那我去帮你买 很热腾腾的 去奶奶家 然后看奶奶 奶奶最近过了吗 都一定很好的啊 奶奶 想喝小奶奶吗 想喝小奶奶吗 我每天都好想奶奶 我好想奶奶做的 做的 做的 四肢饼哦 好啊 等一下你要记得给她说 蘋果 对啊 谢谢 我们 好不容易一连一次 所以我们要玩得快乐 要去奶奶家 好 好 哇 他们终于到了 他们下了车 下了车 下了车 那个大树 那个大树 比奶奶还有老的这么大的树 是不是就是奶奶家快到了 对 那颗就是奶奶家的一个 象征品 就是她的 奶奶家就是大树 所以 这就是代表说快到奶奶家了 那我们要赶快走 好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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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